大家好,从今天起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韩国语能力测试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16回,也就是说第16次的韩国语能力测试初级 今天我们首先学一下语法和词汇部分 好,一起来学习 看一下第一页 Poge,那么在韩国语能力测试里面 这个Poge呢就是例句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例句 首先看一下右侧的这个图 它这个图呢指的是什么 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 那么回答它是什么 那么看一下这个图是什么呀 正确答应该是第二个 因为这个呢是例句 所以呢把正确答应已经标出来了 那么第一个看一下 是苹果 是苹果 下一个牛奶是吧 那么下一个 古度,古度是皮鞋的意思 比较简单 看一下下面 同样的 同样的 一个是模式 还是第二个 比较简单 这个呢就是在考你的简单的基础词汇的掌握量 这些词汇呢是一定要掌握的哦 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 现在在干什么 现在在干什么 是吧 那么在这里一定要了解到这个帮 它是什么东西呢 帮是面包 那么帮 它在干什么呀 吃面包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吃的动词 韩国语是什么 第一个 走的意思 去的意思 是吧 第二个 买的意思 再下一个 吃的意思 正确答案 第三个 那么下一个 去见面 相见的意思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三个 很简单 下一个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在审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反对是什么呀 相反的 相反的也就是说 和这个下滑线 和它相反的单词 请找出来 是这样的 这个是不给例句 看一下第一个 然后加上 就等于什么呀 是吧 是难的意思 否定了 那么第一个 简单的意思 第二个 小的意思 小的反译词 下一个 是什么呀 疼的意思 那么再下一个 是什么呀 没有的意思 那么没有的反译词是什么 是吧 这个呢 是我们的例句部分 那么看一下我们的 试题 第一个 是这样的 是指味道的意思 刚才说过 是什么呀 没有的意思 那么就找一个 和有味道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么看一下下面 有一个类似的 好吃的意思 这个比较简单 是不是找出来 那么看一下选项 第一个 多的意思是吧 那么它的反译词呢 当然是什么 超贵 比塞 比塞 是什么呀 是便宜的意思 那么比塞 就是非便宜 也就是不便宜 不便宜是什么 就是贵了 很简单 那么下一个 是肚子饿的意思 肚子饿了 那么肚子饿了的 什么 反译词应该是什么呀 那么这一类呢 很少出现在 我们的题当中 是比较简单的 像 这一类的反译词 看一下 第四题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经常会问 什么呀 那就是他了 那是什么呀 认识 知道的意思 那么看一下 下面 不知道 不认识 第二个 是什么呀 学习的意思 下面 生活的意思 再下一个 有这么一个来回 也就是说 那么在这里 正确答案 当然是什么呀 第一个 我们的 就不知道 它的反译词是 好 看一下下面 这是第四题 第五题 什么什么族的话 它是指什么 放过一词了 是吧 方位词 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 圆族是指哪里呢 左侧 那么它的反译词 看一下 与走 与走 是哪里呀 上面 我们的上侧 阿族 我们的前面 然后 下面 才是哪里呀 是我们的右侧 那么相对于 它的反译词 应该是什么 对立的 那么 这一类的方位词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像 它 与走 是上一侧 它的反译 是谁呀 是谁呀 阿列族 是吧 那么 阿族是前面 那么它的反译 反译是哪里呢 是后面 后面是什么来着 还记得吗 对族 对族 是这样的 那么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 那么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 보기 那么 보기와 같이 밑줄 친部分과 意味道 意味道 哪一个 看到 哦 布达 布达的过去时代 布达 那么它是看的意思 읽었어요 哎呀 差一个 읽었어요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是读的意思 是不是 那么看一下下面 嗯 嗯 从来 죄송합니다 죄송합니다 是什么意思 是 미안합니다 敬语 是不是 죄송합니다 不好意思 然后 아닙니다 제가 더不是 我更 怎么怎么样 那么看一下 和他相近的 고맙습니다 谢谢的意思 미안합니다 刚才说过 미안합니다 是谁呀 죄송합니다 是 미안합니다 敬语形态 它俩的意思是相同的 那么 싫합니다 싫합니다 是什么呀 讨厌不喜欢 讨厌不喜欢 它的反译是什么呢 좋아합니다 对吧 那么看一下下面 괜찮습니다 是没关系 没关系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正确的 应该是 第二个 미안합니다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在这里 再次提醒一个 我们的 고맙습니다 고맙습니다 它的禁语性 禁语形态 是什么呢 一定要记住了 是 감사합니다 我们就要找一个 我们就要找一个什么呀 来作为它的选项了 好 看一下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二个 我们的 미안합니다 미안합니다 是它的选项 下一个 기분이 아주 좋은 것 같아요 기분 心情的意思 아주是非常 对吧 좋은 것 같아요 好像心情 非常的不错 那么看下面 내 어머니 편지를 받아서 阿소서 表示它的原因 那么看一下 기분이 좋아요 心情好 心情好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收到妈妈的信件了 那么下面 找出和阿祖 阿祖 类似的 一个词 那么 一찍 是早早的 是吧 一찍 일어나다 一定要记住了 下一个 매우 매우 매우是什么 非常的意思 所以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二个 전혀 是全然 那么一定要记住 전혀后面呢 它要加什么呀 加我们的否定 就是不정 전혀 없다 전혀 없다 就是一点也没有 一定要记住 전혀后面 一定要来否定 那么看一下 下面 其根是现在的意思 很简单 是吧 매우 它的 禁义词 禁义词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们的 第二个选项 매우 和阿族 记住了 好 看一下下面 前日系 什么什么系的话 它前面就是一个人名 你不要去在乎 它到底是 前日还是什么 你 没关系的 不要去管它 韩国语 公布할 때 什么什么时候 学习韩国语的时候 누구한테 한테에게的意思 是不是 那么 向谁 질문하다 질문하다 是汉字词 汉字词 是什么意思 质问的意思 是吧 那么这个质问呢 在我们汉语里面 好像这个意思 不是很好 是吧 那么在韩国语里面 提问 提问就是 질문하다 质问的意思 那么下面 저는 한국 친구에게 我呢 像韩国朋友 怎么怎么样 第一个 어울려요 是合适 适合 比如说 我看起来 你跟你的男朋友 怎么样啊 非常的相配 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说什么 어울려요 对吧 那么第二个 연락해요 연락해요 汉字词 联络 联络 联系的意思 第三个 가족하다 这个是什么呀 같이다 拿的意思 然后呢 加上什么呀 他的 kada 表示方位 也就是说 拿走的意思 对吧 那么第四个 물어봐요 물어봅니다 是什么呀 典型的固有词 问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 第四个 질문하다 质问的意思 一定要记住 提问的意思 那么 질문하다 的同义词 应该是我们的 물어봐요 阿欧波达 尝试着问 就是问问看看了 是这个意思 看下一个 又是一个 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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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路 阿欧 这个呢 就是挑出什么呀 最适合的 选项 那么看一下 第一个 是他的例句 是他的例句 级别 括号 这一个语法 这一个语法 那么什么东西 在哪里 或不在哪里 那么 A呢 他前面要加什么样的名词呢 表示场所的名词 那么在这里看一下 表示场所的名词 表示场所的名词 表示场所的 疑问句 也就是说 哪里 哪里 第一个 谁 第二个 什么时候 第四个 我 什么东西 那么在这里 正确的 应该是 表示场所的 看一下我们的题 是韩国人吗 很简单 我们的第一课 是不是也就是 学到这个了 那么下面 刚才说过 什么时候 어디 哪里 누가 谁 下面 是指东西 那么看一下 누가 韩国人 正确的答案 谁 是韩国人 很简单 看一下第 第十题了 那么 在这里呢 我们要填我们的量词 那么关于这些量词呢 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昆 昆是汉字词 是什么呀 卷 卷 也就是一本两本的意思 卷 下一个 餐 杯 一杯两杯 喝水的时候 用的那个杯 那么下一个 平 汉字词 平 是吧 一平两平 那么下一个 名的话 也是汉字词 是什么 四名的意思 那么我们在数这个人 家人的时候 要用什么呀 名 按照正确答案 应该是 一个你的 我们的家人呢 我们的家人呢 有四口 是这个意思 四口人 那么看下面 在这里什么什么 是表示什么呀 或下去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 正确答案 当然是什么呀 那么也可以说什么呀 那么也可以说什么呀 那么在饭店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呀 和 还有呢 它俩的意思呢 是相等的 一定要记住 如果说 我们刚才的那个 找出类似的 找出类似的单词 这样一个题呢 如果出现 你下面要选出的选项 当然是什么 这个出现的几率比较高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 那么在这里 正确的答案是 第一个 是吧 下面 我呢 在我们班 各自高 可打 可打 不怎么 不怎么 那么它呢 和什么呀 和我们刚才的 是一样的 要加上 后面呢 一定要来否定 不怎么高 应该是这样 那它后面呢 来可打 那么这个 就第一个 要删除掉 是吧 第二个 제일 제일呢 是汉字词 是什么呀 第一的意思 第一 바로 正巧 正好 就是的意思 那么这个 直接 直接 在这里 正确答案 应该是哪一个呀 是第二个 저는 우리班에서 키가 제일 커요 我在我们班 各自怎么样啊 是最高的 是这样的 제일 크다 제일 第一的意思 第13到第15题 书的意思是吧 书的意思 原品 铅笔 那么在这里 有什么呀 铅笔 还有呢 这个书 那么它俩的关系 是什么样呢 表示和并列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表示和的 有哪一个呢 第一个 书 穿 书的意思 它和什么是相等的呢 和 瓦 瓦 瓦 一样的 还有 책에서 这就不对了 에서是指什么呀 动作进行的场所 比如说在学校学习 那就是 학교에서 공부합니다 学校进行的场所在哪里 是这样的 正确的应该是第三个 下一个 在这里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应该是什么呀 第四个 这里呢又有一个语法 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记住 这是大主语和小主语的关系 在这里正确答案呢 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正确答案 第四个 比较简单是吧 好那么看一下我们的第十五题 hotel hotel是什么呀 外来语应该很清楚了 是我们的饭店宾馆的意思 hotel에서 从哪儿到哪儿的意思 到哪里 到机场 空航 boss 在这里 是左右的意思 两个小时 表示所需要的这个时间 那么从这个宾馆到哪里 到这个机场呢 用什么呀 用我们的这个大巴 也就是巴士 公交车的话 需要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 那么看一下第一个 øy 当然不对了 øy的话是指什么呀 我们汉语里面的什么什么的 是吧 什么什么的 那么这个拿呢 是表示选项 选项 打比方说 什么 ning miu ni na 还有什么 bang ni na 也就是说 在他们两个之间的选项 那么这个ro ro的话表示 所用的工具 工具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说 移动的工具是什么呀 是boss 所以呢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三个 那么这个ro呢 它呀 有两个 一个呢 最经常用的有两个 一个呢 是表示工具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表示方向 那么在这里呢 它的作用是表示工具了 那么不打是比的意思 比的意思 那么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三个 boss ro boss ro 2时间 걸려요 如果说 用这个公交车的话 需要两个小时 好 16题到19题 来看一下 不计 不计 뭐해요 干什么呢 책을 怎么怎么样 읽어요 읽으세요 在这里 一定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注意的是 해요 它上面呢 是以什么呀 现在进行时 来说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回答 当然要用什么呀 现在进行时 那么它的相对的 当然是第一个 읽어요 읽으세요 是命令句 那么 읽을게요 是将来时 我会读的 自己的打算 읽겠어요 和 읽을게요 是一样的 也是表示将来时 那么在这里 正确答案呢 就是第一个 看一下 我们的试题 주말에 아니요 不 집에 있었어요 一定要记住 있었어요 是什么呀 我在家待着了的 那么它呢 是过去式 对吧 那么 它俩处于的 这个时间 是一样的 不可能说 我今天说话 你昨天回答 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那么它俩的 处的时间 是一样的 那么过去式的话 在下面我们找一个 过去式就可以了 那么看一下 在这里过去式 是哪一个 읽겠어요 错误 읽했어요 只有它是过去式 这样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看 其他的选项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二个 읽했어요 읽했어요 现在是 읽할까요 表示提议 我们一起做呀 是这个意思 읽겠어요 刚才说过 将来时 表示计划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二个 第二个 表示过去的 읽했어요 好 看下面 오늘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又来了 一定要记住 它是 表示现在是 还是过去 是 만날 거예요 아니요 不 시간이 없어서 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 못 만나요 안 만났어요 过去式 错误 안 만날 거예요 表示什么呀 我将会 怎么怎么样 那么 만나지 마세요 不要去见面 这个呢 是跑题了 跑得很远 못 만나요 아니요 시간이 없어서 못 만나요 和 아니요 시간이 없어서 만날 거예요 这是什么呀 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会见面的 这是对吗 不对的 那么它呢 是属于内容上错误 那么 是表示将来史是对的 但是内容上错误了 那么在这里一定要看一下 它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못 만나요 那么在这里普通的陈述句的时候 韩国语啊 韩国语里面普通的陈述句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现在史来说 那么看一下 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第一个 못 만나요 它是正确答案的 下一题 一查理 什么什么提问 你 괜찮아요 好的 没关系 请坐 那么从这个内容上来看 它是在问什么呀 这个位置有没有人 不要怎么怎么样 你不要坐到这边 我坐着呢 是这个意思 那么 应该坐着 一定要记住了 在询问对方的什么呀 对方意见的时候 征求对方意见的时候呢 都会用什么呀 比如说 我可以在这里抽烟吗 是这个意思 征求对方的什么呀 意见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正确答案是 第四个 十九题 오늘 백화점이 복잡할까요 오늘 백화점이 복잡할까요 你说今天的这个百货店 会不会人很多呢 很复杂呢 是这个意思 那么 是的 휴일이니까 因为是什么呀 休假 아마 사람이 아마 사람이 굳이 아마是表示 굳이的意思 아마 사람이怎么怎么样 많았어요 对不对 을까요 和 많았어요 是不对다 是吧 是表示过去的 是吧 过去的加上什么呀 自己的推测 估计昨天人应该很多了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 많으면 돼요 如果多的话就可以 刚才说了这个 对的是可以的意思 鱼唇不对 马嘴 是表示自己的推测 那么 많지 않았어요 不多 那么这个是什么呀 是表示肯定了 那么这个不对 一定要记住 这个 아마 什么呢是表示推测 你打算买这个 他的这个皮鞋吗 아니요 不 이 구두는 这个皮鞋 怎么样 조금 커요 조금一点 크다 大的意思 看一下 这个皮鞋 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下面给的是什么呀 也不打 也不打是漂亮的意思 那么后面来了 크다 是大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皮鞋呢 漂亮是漂亮 不过有点大了 所以 아니요 我是不会买的 那么看一下第一个 也不受 是表示原因 皮鞋 因为漂亮 有点大 不对 也不过 表示并列 并列 比如说 他前面来了 구두는 也不过 又怎么样 既漂亮 又实惠 又便宜 哎 这一类的 那么第一个 也不니까 因为漂亮 所以怎么样 哎 他也是错误的 表示转折的 지 만 一定要记住了 正确答案 你应该是 第四个 也不 지 만 조금 커요 漂亮是漂亮 不过呢 是有一点大的 尺 尺码不对啊 好 看一下 우리 내일 运动합시다 我们明天 一起 干什么呀 去做运动吧 내일은 학교에 明天呢 要 后面来什么呀 가다 是吧 要去学校 土요일에 해요 我们什么时候 做呀 星期六做吧 是这个意思 내일은 학교에 가로 卡로 不对吧 没有这么说的 什么什么 로 가다 로 然后呢 가다 不对了 로 后面不能加这个 로 가다 也就是说 去干什么的意思 是吧 로 가다 一定要记住了 比如说 공부하라 가다 去干什么 去学习 他前面要来目的了 那么这个语法是不对的 가명 如果去的话 表示假设 가 니까 因为去 所以 怎么怎么样吧 가명서 表示并列 错误的 正确的 应该是第三个 가니까 明天呢 因为我要去学校 所以我们怎么样 星期六再去吧 是这个意思 니까 表示原因 表示原因的 好 看一下 下一题 22题 이 드라마를 봤어요 你看过 电视剧 是吧 你看过电视剧吗 是的 지난 주의 지난 是过去的意思 也就上一周的时候呢 재밌었어요 过去时代了 是吧 很有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 上一周 看过了 然后觉得很有意思 pare semen 如果 看过的话 pare는데 表示前提 这个 는 데 一定要记住 他有一个 表示什么呀 转折 表示转折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表示前提 我看过了 然后后面 续说一下 自己要说 或自己的感受 这个时候呢 经常用这个 는 데 pare지만 是表示转折 对立的意思 对立 那么看一下 下一个 pare semenso pare semenso 看过 看过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 表示病例 这是错误的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二个 也就是说 我上一周呢 我看过 然后呢 怎么样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 我能说这个 很有意思的 前提是什么呀 是我看过 所以我才有资格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 는 데 好 23题了 这个是 보기 努力을 합시다 那么这个呢 是表示什么呀 错误的 一定要找出错误的 四个选项里面 找出一个错误的 努力을 합시다 一起唱歌吧 영화를 봅시다 一起看电影 학교에 갑시다 去学校吧 함께 거듭시다 哎 这个是不对的 是吧 那么 它后面呢 在接原音的时候 这个收音要变成什么呀 变成这个 那就是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例句了 那么看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的试题 아침 早上的时候 猪死 猪死是什么呀 我们的果汁了 那么果汁 麻较有喝 这是正确的 昨天 表示过去时 对了 收音为 不的时候 他后面接 原因 也就是 啊 或 呜 这样的表示 原因的时候呢 他脱落 然后 呜 后面呢 要加什么呀 我 那就是 出我 表示过去是 错的 这是正确的 然后 从明天开始 表示决心 打算 我要去运动了 那么第四个 这里的出现的问题 就是 吉南族 吉南族是什么时候 上一周 他后面来的 表示将来时 所以呢 他是错误的 在这里 如果说找出错误的答案 正确答案应该是 第四题 也就是说 他前面呢 是以什么呀 是以过去时态的 这个 表示过去时态的 这个单词 吉南族 那后面呢 他又来了一个 表示将来时 表示自己计划的 所以 这个是错误的 正确的 应该是 第四个 好 来看一下 这是表示 进语了 是吧 是睡觉的意思 那么对于妈妈 我们要用什么呀 要用敬语了 那么敬语 咱打的敬语是什么呀 住무시다 是吧 那么住무세요 安妍이住무세요 是这个意思 那么看一下下面 아버지 저녁 잡수세요 잡수다 是 먹다 的敬语 正确的 할아버지께 전화를 드렸어요 드리다 是敬上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给谁打电话 给这个爷爷 打电话 是吧 那就是 드리다 주다 的敬语 那么 할머니께서 한국에 오셨어요 打的敬语 오셨어요 在这里选出一个 错误的选项 是谁 是第一个 第一个 住무세요 安妍이住무세요 是这样的 安妍이住무세요 那像这一类呢 安妍이住무세요 是属于日常用语了 像这一类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像什么呀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 安妍하세요 安妍하세요 是这一类的 问候语 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下一个 这个呢 是属于阅读了 那么看一下 这个例句 一文句 テニス是什么呀 是网球 是吧 也就这个人 英武 你呢 这个网球 怎么怎么样 好 也就说 打得好吗 조금요 一点点了 那么 어려었을 때부터 从小的时候呢 배웠어요 学习 그래요 是吗 시간 있으면 如果有时间的话 钟 怎么怎么样 拜托你一点点 咱 네 좋아요 好的 주말에 가르쳐 줄게요 我周末的时候 教您吧 那么在这里 放到这个 这个括号里面的 看一下 tada tada是什么呀 做的意思 是不是 做的意思 那比如说 像我们的滑雪的时候 那个滑板呢 这一列呢 我们都会用什么呀 tada来表示 敲打 敲打是指什么呀 有工具 用工具去打 那么用工具去打 都有什么呢 像我们的乒乓球 是用工具的 羽毛球 是用工具的 网球也是用工具去打的 那么这一列呢 都要用什么呀 气打 敲游 乌达又是玩的意思 那么 壳达又是走的意思 那有的同学会问啦 那比如说像 足球 足球 它能不能说 气打呢 哎 这是不对的 足球应该加什么呀 hada 那么像篮球 浓球 hada 是这样的 这一列的运动 运动 浓球hada 是这个意思 那么唯独有什么呀 用我们的一些工具 去打这个球的时候 要用球打 那么在这里 正确答案应该是 テニス的才 球游 哎 是这样的 第二个是正确的答案 第二个是正确的答案 下一个 游戏 刚才的这个 这个是正确的答案 그래요 是吗 时间 있으면 总 看一下 放到这个 理论里面的 应该是什么 总 가르쳐 你应该教的 你应该教的 教的 在想呢 是不是要教他呢 教的 我想教 那么在这里 是拜托 人家教你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一个 是这样的 好 来看一下 下一题 下一题 失礼了 民宿市 现在呢 在位吗 也就是说 现在在怎么样啊 在这个家里吗 或者在这个公司吗 那么 简单的翻译 就是 明珠现在在吗 아니요 不 지금 회의를 怎么怎么样 그래요 是吗 회의가 몇 시에 끝납니까 회의 会议 몇 시에 在几点的时候 接在时间名词 后面 몇 시에 끝납니까 结束呢 下面 什么什么时候 끝나요 잠깐만 기다리세요 잠깐만 기다리세요 你稍等一会吧 那么 放到这个 記憶里面的 看一下 회의를 해봐요 해봐요 是尝试去做的意思 做做看 是这个意思 错误 那么 HAGETEO HAGETEO 是什么呀 将会做的 那么你看一下 他前面来的是 지금 所以他呢 错误 하고 싶어요 想做 跟这个内容 不搭边 是错误的 하고 있어요 正在 做什么东西 那么 회의를 答答 正确答应该是 第四个 放到 記憶里面的 正确答应该是 第四个了 那么看一下 第二个 也就是说 二十八题 是什么 你よね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那么放到 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里面的 正确的 应该是 跟나요 도 是什么呀 更加 更的意思 고 是表示 时间上的 马上 正确答应该是 他 马上就会结束了 您稍等一会儿 고 是一定 多的话 是又的意思 那么正确答应该是 第二个 第二个 고 跟나요 嗯 这道题 我感觉 非常简单 看下一个 最后 一题了 今天我呢 和谁 和朋友 一起去了饭店 食堂 那么 어제 昨天 친구가 朋友呢 일을 도와주다 是帮忙的意思 阿欧所表示原因 因为朋友 帮我了一些忙 저녁을 사고 싶었습니다 想怎么样 想买 想买 这个晚餐 就是说 我想请客 那么下面 그런데 来了表示转折 看出了什么事情呢 食사를 한 후에 은 후에 在什么什么时候 结束之后 吃完饭之后 지갑을 지갑是我的钱包 是吧 不是我的钱包 是钱包的意思 지갑을 안 가지고 것을 알았습니다 알았습니다 是知道了 那么 안 가지고 是什么呀 没拿 没拿 那他后面 要来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온 것을 알았습니다 也就是我知道了 我没拿钱包 下面 친구에게 말도 못하고 又不能和朋友 说这个事情 什么 하고 있었는데 正在什么的时候 친구가 웃으면서 朋友笑着 表示 前后并列 是吧 朋友笑着呢 边笑着边怎么样 돈을 냈습니다 돈을 내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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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呀 出这个钱 是吧 친구에게 정말 미안했습니다 觉得真的是 很对不起 朋友 那么看一下 放到 기억里面的 第一个 지갑을 안 가지고 안 가지고 안 가지고 온 것을 알았습니다 는 것 这样的话 是表示 过去式 也就是说 我忘了 我是没拿来 钱包 是吧 가지고 是拿来的意思 那么 올 것을 将要 怎么 怎么样 那么 在这里 我这个钱包 是什么呀 我已经忘到家里了 就是出门的时候 它就应该是 应该是什么呀 过去时代了 对吧 那么第一个呢 是表示 过去的 第二个呢 是表示 将来的 第三个呢 是表示 现在进行时 第四个呢 表示 假设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一个 因为这个钱包 我已经忘到家里了 정답 一번 正确答案 是第一 看一下 放到 니언里面的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第一个 아 여기 친구에게 말도 못하고 什么 하고 있다 那么 在这里呢 他是在 考你的 什么呀 这个 词语了 那么 第一个 걱정을 하다 걱정을 하다 是 担心的 意思 担心的 意思 那么 又不能和朋友说 正在担心的时候 很好 第一个 语句通顺 第二个呢 약소 大家都知道了 약소 是什么呀 约会 约定的意思 第三个 구경 观赏 观赏的意思 第三个 기억 是记忆的意思 那么正在记忆的时候 正在观赏的时候 正在约会的时候 或者是正在和谁 相约的时候 那么 这一类呢 都和我们的这个句子呢 是不符的 正确答案 应该是 第一个 在担心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 也就是说 词句和这个语法部分呢 我们已经讲解完了 下一堂课呢 我们要讲解 我们的四句部分 好 下一堂课 再见 再见